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小强 今天咱们来介绍一部英国的科幻丧尸片 逃亡僵尸岛 多年之前地球上爆发了一次很大规模的丧尸疫情 二十多亿人被感染变异成了丧尸 耗尽多年的不懈努力 丧尸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人类从此走向自由 走向光明 想什么时候买菜就什么时候买菜 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不走寻常路 在僵尸岛上还有最后一批被隔离的丧尸 创世姐她很聪明 买下了整个僵尸岛 她想把丧尸变成一个旅游景点 供游客们消遣 想来体验射杀丧尸的快感吗 想在视频中露营寻找刺激吗 想体验一下当年战士们的激烈抗战吗 只要你付得起钱 僵尸岛就欢迎你 一时日间 僵尸岛成为了旅游景点当中的奢侈品 很多组织及个人上街游行 反对创世姐的做法 并高举指示牌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 你这是耗子给猫当三赔 赚钱不要命了 虽然他们都会反对 但是也没有任何办法 人家也没犯法 你也无权去阻止 最后创世姐和军方来了一个约定 如果僵尸岛失控 那军方将会把小岛移为平地 同时英英姐这边 对丧尸的阴影久久不能消退 每天都会做梦 当年的场景不断的在眼前回放 为了根治这种心理疾病 英英姐就和老公退一男提出 要去僵尸岛射杀丧尸 直面恐惧 听到英英姐的决定 退一男自然是很高兴了 每天吃不好 睡不好 也啪啪啪不了 治 咱花多钱都要治 明天咱就启程去僵尸岛 转天他们乘船来到僵尸岛 既然是来射杀丧尸的 那肯定要培训一下枪法 这对于退一男来说 就是小儿科 当年疫情期间 退一男不知道杀死了多少丧尸 在退一男的精心培训下 英英姐的想法得到了有效的退步 除了头部几乎是指哪打哪 就是不抱头 你说来气不来气 晚上在大家派对狂欢时 人权姐偷摸溜进了中央控制室里 拷贝了一些文件 转天控制室系统就发出警报 有重要文件损坏 但这个警告并没有引起IT男的重视 几个文件而已嘛 大不了重新拷一下咯 同时英英姐退一男 以及人权姐和射手男等人 已经在向导的带领下来到了半隔离区 等待着IT男给他们开门 创世姐一声令下 开门 这些人撒欢式的跑向野外 很快英英姐他们来到射杀点 开始虐杀丧尸 看到真实的丧尸 英英姐就有点后悔了 内心的恐惧 外加对往事的回忆 让他不敢开枪 更无法去射杀丧尸 他们这组有两大DPS输出 一位是退一男 军人出身 不必多说 另外一个就是射手男 枪法极准 一枪一个枪枪爆头 团队当中的狙击手 而人权姐和英英姐呢 只能是在那傻呆呆的看着 死活都不肯开枪 晚上在英英姐他们录营时 中央控制系统被病毒入侵 彻底瘫痪 所有的门全部打开 安全装置几乎失效 丧尸们倾巢而出 很快控制室被丧尸围攻 工作人员纷纷被丧尸咬伤 创世姐趁乱逃脱 江市岛完全失控 清除计划也随之启动 几个小时后 军方轰炸机将会把小岛 移为平地 同时英英姐这边 还吹着海风唠着磕 完全不知道丧尸的临近 等他们发现时 早已经被尸群包围 还好这个小队 战斗能力惊人 枪法极准 才算是勉强逃过了一截 向导说这事不对啊 我们的安全装置很完善 丧尸不可能出现在这里 此时对养机有人回应 所有的安全装置几乎失效 这说明僵尸岛已经失控了 军方很快将会轰炸小岛 不过咱们还有一线升级 在轰炸前30分钟 有一艘船会停在码头 咱们可以登船逃生 但现在汽车无法启动 所以咱们几个人 只能腿着走 赶快的 快走 再不走咱们几个人成烤鸭了 而在翻页护栏时 向导不幸被丧尸咬伤 退难二话没说 直接将其抱头击毙 看到这种情况 任全姐感觉 大家活下来的希望并不大呀 于是她就和队友们交代了实情 任全姐是丧尸人权 组织协会的志愿者 组织让她下载一些丧尸岛的资料 好给丧尸们维权 同时组织还让她输入了一组编码 而这组编码是干什么用的 她呢也不是很清楚 但现在看来 这组编码和优盘肯定是有问题 将尸岛的失控 很有可能与她的下载有关 其实在丧尸片中交代实情 和战争片中看照片的原理 几乎是一样的 该说的都说完了 她老人家呢也该领盒饭了 不久之后 任全姐等人被丧尸咬伤 最后退役男 阴影姐和尸首男逃进了研究所 而在这里 他们却发现了僵尸岛的重大秘密 所谓的研究所 其实就是个难民营 他们用丧尸病毒感染难民 这样一来 岛上的丧尸将源源不断的得到补充 创尸姐的钱包满了 难民的数量也慢慢的减少了 不得不说 创尸姐的套路真心不简单 既然来到了难民营 那丧尸自然也不会少 这里可是丧尸的发源地 丧尸那乌泱乌泱的孩了去了 而退役男却抓住机会独自逃脱 看到老公跑了 阴影姐是无比的惊讶 鲁迅说的对 夫妻乃是同龄鸟 丧尸来时各自飞 最后尸首男为了掩护阴影姐逃跑 独自面对尸群 在啪啪啪的枪声中慢慢消失 这给阴影姐感动坏了 你看看人家 再看看我老公 都是男人 咋差别就这么大呢 不久之后 阴影姐就偶遇了老公退役男 此时退役男已经被丧尸咬伤 阴影姐示意 开始了哈 别说对不起 别让我伤了心 才说不是故意 在阴影姐的摧残下 阴影男含泪自杀 太妙了 太难听了 后来阴影姐又偶遇了创始姐 创始姐说 从这里过去就可以逃到海边了 可是现在呢 这里的丧尸实在是太多了 此话刚刚说完 一群丧尸突然闯入 创始姐促 而影姐则趁烂逃脱 逃往海边 别问我 为什么她身边的丧尸突然散去 我只知道她的师父叫做段玉 在林波微波的面前 这些丧尸都是小弟啊 最后影姐顺利逃脱 僵尸岛被夷为平地 其实逃出来的呢 不只是影姐一个人 还有射手男 她是怎么逃脱的呢 咱们并不知道 有可能是好人有好报吧 同时 僵尸岛事件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各路记者纷纷来到小岛周围报道 影片的最后 一群丧尸穿过海岸线来到大陆 在记者的惊讶声中 影片结束 这也就是说丧尸们进化了 学会了游戎 估计人类又要耗上好几十年 和丧尸们战斗了 说不定人类也就那个什么了 新的纪元到来 丧尸人统治地球 对于地球来说呢 这都无所谓 谁统治呢 都一样 但对于人类来说 地球只有一个 真爱地球就等于真爱自己 都说2020年是地球自我拯救的一年 也希望这一年 能给人类敲响警钟 真爱地球 真爱生命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节目见